那一年相遇里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飘赞看着情意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感导师 感导师 FB前面的超马家人 还有现场的超马家人 大家晚上好 其实我的生活境 从小到大没有太大的波折 困难或困境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未进超马跟进入超马的改变 还有体悟到地质规的重要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 父亲对我们的教导 其实还蛮严厉的 可是他的严厉会让我们心服口服 是因为他会以身作折 以身作折 他也会当我们的榜样 像我们有时候犯 犯了严重的错误的时候 他会当场纠正我们 还会有严厉的惩罚 你知道说这个是不对的 你要改正 下次不能再犯 那有时候是说 我们如果在生活上有小错误的时候 他不会当场告诉你 他会累积大概一个礼拜 然后我们兄弟姐妹就会一排一排 然后我爸爸会跟你讲说 你这一周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然后11.01的告诉你 然后让你自己去反省说 你自己有没有做对 然后你反省说你不对 然后他会说那你要怎么处罚 你自己决定就是让你去反省说 什么事不该做你不能做 你做了你就会遭受怎样的惩 就是你自己要承受怎样的惩罚 那当然后或是说 我们以前如果有邻居来我们家 告我们的状说 你们家谁谁谁做了什么事 我爸不会管你说 你有没有做 当下就直接惩罚你 让就是狠狠的打人体一个 让你知道说不管你有没有做 然后他就一样会惩罚你 那他给你的理由是说 你一定有不对的地方 所以人家才会来告状 那就像蔡里旭老师讲的 你瓜田不那里 里下不整官 你就是要谨言盛行 你让人家有机会 说你的机会的时候 你这样他就是要我们谨言盛行 不要犯错 可是因为我爸在我很小 大概我九岁或十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过世了 然后当这个百妙没了的时候 其实我妈要养六个小孩 所以他要承受的辛苦 还有就是他要很辛苦 然后要扛起这个家 所以对我们的管教 其实就比较少 管教的时间就缩短了 那我就好 因为还小嘛 那我就感觉好像我是脱疆的野马 我就是完崩了 然后因为没有了管束 然后自己就会慢慢就是走 糟精疲 就是像弟子规有说 父母 父母乎行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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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导的时候其实就会 你教我是听 可是我会不会照做 不一定 就是自己就会慢慢一点一滴 其实榜样没了 你就会 没有榜样可以看 你就会 其实就会 有时候就会 自己就按自己的想法 然后自己做 就不会没有听管教 因为平常我妈也就变成 她要努力工作养我们 可是就没有 没有时间好好的就是教养我们 可是自己就会 没有人管 那你就是我追大了 可是后来当前年 就是 但是当 可是因为老八小时候的教养 其实自己还是有记得 只是说你突然忘了 没有把它想起来记起来 可是当出了社会之后 慢慢有在工作的时候 你会 你去出了社会工作的时候 你就开始记起说 我老妈真的 因为你 就像蔡理师老师讲的 洗脑之感恩 你出去工作了之后 你知道 你出了社会 开始要承担自己的责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我的老妈 我那时候想起说 我老妈真的很辛苦 这样从小到这样叫一个人 要扛起照顾六个小孩的责任 但是真的很辛苦 你就会 你会反省说 会想起自己爸爸小时候的教导 可是你会想改 可是又改 然后又会犯处 一改又犯 就是会在那边巡回 然后后来去年 应该去年 前年的十一月 进入超码 然后因为导师是说 要我们要看每天看一集地质规 然后我们的心法就是忏悔感恩 那当我每天一集地质规的时候 我知道 因为那时候就会开始反省 反省说 我的行为 吐儒法 我没有照地质规的做 我真的很不应该 然后我就会 就慢慢慢慢的改变我自己 那以前我像吃饭的时候 我只会说妈吃饭 我都不会管她说她有没有吃 我就先吃了 可是进入超码 我知道说我这样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会先把饭盛好 问我妈说 这样够不够 那我就叫我妈的 我就叫我妈来吃饭 然后我跟她一起吃 我就不会再说我先吃了 然后我还有就是说 我以前她叫我干嘛的时候 我都会拖拖拉拉的 可是我现在就说 欸马上就去做 可是有时候是说 欸我没有办法马上做的时候 我会跟她讲说 我为什么不能马上做 但是我还是会做 但是请让 就是让我缓 缓一点我再做 我会先跟她讲清楚 不是不做 只是我没办法马上做 我就会先跟她讲 然后我以前会跟她顶嘴 或是大小声 可是我现在就不会 我就会以无色楼身的 有时候她 她有时候她有不对的地方 我会就是以无色楼身的 跟她讲说 欸老妈 你这样好像不太对 可是我妈有时候会觉得 我是 我是长辈 她会生气 可是我说 我其实我是关心你 我是希望你不要做错 那我妈一听 啊 就会缓下啦 就就没有那么生气 就就不讲话 然后她也就 欸就过了 那我觉得 欸我在发觉 欸我进钞嘛 就是地址归 我就管理我自己 让自己不要就是做不好的事 就是我从很常犯错 然后尽量修正自己 叫我少犯错 虽然我每天一直 一集地址归 我还是会犯错 但是就是 减少我犯错的机会 慢慢改进 那 我跟我大姐 然后我跟我大姐 其实我大姐对我满好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对她很没有耐心 她叫我说 欸叫她电脑 叫她手机 我每交一次 我就会不耐烦的指数 就会升高 那我想说 欸我这样不对啊 我也有反省说我不对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 我就是会对她很不耐烦 可是进入钞马 知道说 欸我们累生累世 可能的因果 可能我们之间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们这一辈子 就是要来修圆满 那因为进入钞马 我就知道说 欸我有方法 我就追我姐做忏悔 然后感恩 欸我忏悔感恩之后 我发觉 欸我对她的耐心真的有好很多 我就是往正向的方向就是前进 就觉得欸 欸忏悔感恩真的很有用 当我们懂得感恩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些想法 还有观念会感 因为你感恩她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欸你会想说 欸都是我的错 我感恩她 让我学习到 然后我感恩我姐 然后你越感恩越感恩 其实你的想法改变 你就觉得说 欸都是我的错 我也没什么好抱怨 我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也不需要这样做 然后造成负能量 那我姐就觉得说 然后我就提升自己 那因为进钞马 你会有提 因为你知道说 你会抱怨 你会生气 其实就是你的能量不足 那进钞马 欸你有方法 可以提升我们的能量 那你就觉得 欸很多事情 你就会往好的方面 好的方向去前进 那进入钞马 就是进入钞马的时候 我会觉得欸很不错 是因为我以前还没进入钞马的时候 其实我的人生没有目标 我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说 我来人生走 我是来人世间走这一招 我是要干吗 真的没有目标 你就会觉得 忙忙忙 你就是一天过一天 虽然你没有什么 生活上没有看到的困境 可是你就一天过一天 你就不知道很忙忙忙 然后进入钞马 那我们人生有的目标 只要说我们这一世 就是要来乘胜乘邪 那要来圆满我们 累生累世的不圆满 那你知道有的目标的时候 欸你就会 就然后老师就说 你每天要一起弟子归 来修正自己的行为 然后因为老师有说过 我们其实的就是心 搞不定自己的心 然后心蒙了灰尘 所以我们才会 一直会犯错 那我们用 我们就是不要让心落下尘埃 然后用地子归管理我们的 所有的事 那你就会 你在红尘境 你如果用地子归 落实地子归 那你在你的红尘境里 其实很多事 你都可以解决 那不能解决的 那就靠我们的靠天地 用天地的方法来解决 那你有方法之后 你其实你就觉得说 你生活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 你需要烦恼 因为你地子归 你就不容易办错 你不容易做错选择 然后再加上老师 要我们做的所有的功课 其实你把百分之百 来落实我们的地子归 然后加上老师给 教导我们的所有的功课 你都百分之百的做 就是如法实修 其实我们就能有全方位的 那个圆满 富足 诶 圆满 宜然 富足的 富足 然后 吉祥像 就是说 你全部都圆满了 那 其实你 你觉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说 诶 你只要把真心 诚意 打开心门 去照老师的 教导我们的 所有的事 然后凡是反求租籍 行有不得反求租籍 然后你就 其实你所有的困境 其实你都可以解决 没有生活 你就觉得说 诶 其实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困扰 或困境 需要我们很 很 看他怎么讲 就是 你会觉得说 诶 一切都是还蛮 如意 如意的 感恩大家 谢谢